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遭到了迫害 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 两个人分别出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大儿子去找了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而小儿子去找了 过去他去帮助过他的人 结果大儿子获救 小儿子被出卖了 大家记住 一个爱过你的人 他会一直愿意为你付出的爱你的 而一个你爱的人 他不一定对你忠诚的付出 所以现代社会真正对你忠诚的 都是曾经给过你恩惠 爱过你帮助过你的人 观世音菩萨一直在爱我们 在曾经在过去 在现在 在永远在帮助的 关爱着我们 他就是我们心中最爱的人 祈求观世音菩萨的帮助 而且菩萨会永远帮助我们 那我们得到的是 永远的感恩和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关怀 佛法人生 就是把佛法融进人生当中 人间佛法 就是把人间变成一个佛菩萨的道场 为什么要说心中有道场 心中就是一个道场 让我们的心越边越宽广 越来越纯洁 那菩萨才会进入我们的心田 因为我们的心干净 菩萨才能进来 希望每一个人的心 能够让自己的从八十天中 一直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全变成十方净土 薩萨 都被人变成十遍 全治疗 优优独播变成十五百元 完成散优独播变成十五百分钟 放任何噠 语面 放任何噠迟